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塗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ng.com.h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金迪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烧酸 Nitric Acid Nitricum Acidum 烧酸 烧酸 这个同类疗法的疗剂的人 倾向是 比较上 有些长期的慢性病 很容易伤风 很容易吐射 通常皮肤是比较黑 的中年人 或者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 通常硝酸型的人 通常体质已经坏 已经破坏了很厉害的体质 或者这些人是过去用过很多西药 导致身体非常之虚弱 通常毛病会发生在腸 喉咙和口肛 他们就很容易吐射 或者自从吃了一些抗生素之后 就不断的吐射 烧酸也可以应用在喉咙那种痛 好像有种针刺 尖锐的东西 刺了下喉咙那种痛 或者是那个痴瘡 痴瘡里面肝门 好似也有个痴在里面 有痴瘡的痴痛 另外烧酸是用在一些人 处理一些人对健康非常之紧张 非常之焦虑 可以说是有少少疑病狂 也有很多不同的敏感 吃很多食物都不能吃 因为他吃了会觉得有敏感 烧酸的人通常是很消极的 可以在我们的疗法疗剂里面 是属于最消极的人 什么呢 想起最坏的方面 他对自己的病 就经常觉得自己身体有些严重的病 经常去找医生 无措医生看过之后 说他没什么问题 他确实觉得不够 他接着要找其他医生 不断地找医生去证明他是有病 而其实他没什么真正的大病 所有人有时候很敏诊 全会想到负面的东西 很固执的 头脑很固执 也有时候因为照顾人家 照顾人自己的睡眠不足 长期的睡眠不足 搞到身体是更加差的 另外一个可以用到消酸的疗剂 就是说尿 如果你发现尿 是好像一些马尿 或者猫尿是很压很臭的 这个也是一个消酸的疗剂 另外一个疗剂 是出现在一些小小的疗床 而发的疗剂是很强的 很浓味很臭的 那就是叫benzoic acid 那消酸也都是这种的疗 好像马尿 或者猫尿很压的 那消酸的人是属于比较怕冻一点 喜欢吃肥腻的东西 但不喜欢吃面包或肉类 那人基本上是不多口渴的 那很多时候是出现那个 那个肝门爆裂干裂这个问题 那出现呢 还有那个 那个痴瘡 出血性的痴瘡 好像有些 好像有枝针刺这种的痴瘡 那通常就大变了之后 就非常之痛的 消酸也可以用在乳房方面 是有爆裂 或者那个膀胱感染 要经常去小变 还有尿里面是有些沉淀物 有些沙石 小变的时候就有些赤烈的感觉 最重要看到他那个 就是刚才所说的重要的地方 他们的性格是非常之消极 负面的 一种的人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尿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尿发尿剂 可以在 铜锣湾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